佛法中有提到顺兴,犯太岁吗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顶礼法师,请问佛法中有提到顺兴,犯太岁吗? 弟子学习文超及经典均未见此说法,切思佛弟子似不应参与。 洪海法师答,这件事说实话是要得罪人的,但是我必须得罪。 为什么呢? 因为佛法中没有提到过顺兴,犯太岁这些,民间信仰中有。 你也提到说,经典中和印祖文超中都没有见过这个法,说明你是个有福报的人。 学习印祖文超和经典 我们看印祖文超中,不要说太岁,顺兴了,就是讲道福基,连杰兰菩萨观老爷都给真实的请来了。 但印祖还是说,这个偶尔当做方便法,大家问问,起信心就可以了,不要太执着了。 这个风气如果太盛,那就会坏乱佛法。 当然,如果我说个讨好的话,谁也不得罪的话,从佛法来看。 知道太岁,顺兴这些属于什么缘由,属于什么法界的什么众生,那这样的话也无妨。 但如果你把这当做佛法的根本法,就是外道之鉴,不可以这样。 如果大家都去搞太岁,顺兴了,就没人搞佛法了。